Anerheim联合高中校區將有超過100名教師被裁 據悉該校區曾在2017至2018學年 與教師工會達成臨時增加教師的協議 原本將在三年後到期 然而新冠疫情期間 校區獲得聯邦和州政府提供的資金 是得這些臨時教師可以繼續工作 但是由於現在學生人數減少了3,500人 以及聯邦和州政府提供的資金 即將耗盡 校區沒有足夠的財政支持來維持現有的教師崗位 不得不作出裁員的決定 根據Anerheim联合高中校區董事會的決議 削減的職位為131個 其中包括119個全職職位和12個兼職職位 預計將為校區節省大約1840萬元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